在公司的销售例会中,陈明凯宣布了新的组织结构,周睿发现,在这个组织结构中,竟然没有自己。 陈明凯宣布,周睿不用出席以后的每周业绩会议,他直接向魏妍汇报,魏妍代表周睿。 周睿感觉到怒火开始从身体内部生疼,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它。 他试图缓和情绪,吸了一口气缓慢地问。 为什么?这么调整,到底是为什么? 陈明凯的目光,毫不留情地直视着周睿。 你想知道为什么? 可是,我也想知道,为什么就在你去上海出差以后,华东地区前一段时间,有人把订单压下来了呢? 周睿被陈明凯的话震惊了,就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,不仅马上把怒火熄灭,而且使他全身冰冷。 他侧身看了看杨鹿,杨鹿却把目光移开,不与自己对视。 周睿的怒火又生疼了起来,他知道这里不是大吵大闹的地方,自己和陈明凯也不是这样的人。 他轻声地说。 陈总,我可以和你单独谈一下吗? 好啊,等我们开完会,你来我的办公室。 不过现在,请你离开一下,我们要进行销售总监的例会。 陈明凯的语气中,强调了销售总监这几个字。 等到周睿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之后,陈明凯才又继续说。 好,继续我们销售总监的例会。 现在,让我们看一下几个星期的数字吧。 愤怒伴随着周睿离开了办公室,他根本无法接受向魏妍报告的安排。 周睿觉得,取得业绩有两种方式。 带着团队击败竞争对手是一种,另一种是打击内部竞争之后落井下石,从内部抢到最好的客户资源。 而魏妍使用的就是后者,这也是一种赢的方式。 当然,这也是周睿最不喜欢的方式。 周睿喜欢历史。 发现中国的力量在很多时候都用于内耗。 当满族人的八旗禁律在山海关外忽视眈眈的时候,明朝的魏忠贤却和东陵党人斗得你死我活,互相倾压。 朝廷腹腐败,逼得百姓揭肝而起。 当明朝的力量在内部消耗殆尽的时候,又出了吴三贵这样的叛徒。 想到魏妍,周睿的愤怒中又掺杂了一些厌恶。 他又想起了杨璐,一股怨也汇入胸膛。 杨璐明明知道,我并没有支持上海的压订单的做法,可是杨璐为什么不解释呢? 杨璐为什么会站在陈明凯这边呢? 难道,两年的友谊,竟然比不上一个销售总监的职位吗? 正当周睿的心中充满了对陈明凯的愤怒,对魏妍的厌恶,对杨璐的怨气的时候,会议结束了。 陈明凯回到了办公室,周睿向他的办公室走去的时候,感觉到自己的三种情绪交织在一起,愈演愈烈。 陈明凯坐在宽大的提议上,让周睿坐在对面后,才慢吞吞地问道。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? 周睿马上回答。 我想解释上海的事情。 杨璐已经向我说了,这样啊,我不想花时间去讨论以前的事情。 而周睿啊,你有什么打算吗? 不知道,但是,我不能汇报给魏妍。 为什么不能汇报给魏妍呢? 道不同,不相预谋。 周睿啊,如果你不接受,我劝你考虑其他的机会。 如果你需要的话,我可以帮助你。 帮助? 帮助我什么? 我可以帮助你写推荐信啊。 哎,周睿啊,或者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公司。 我不希望你突然没有事情做骂。 您这是劝退吗? 你可以怎样理解? 周睿的怒火被他的挑衅砰得激发了出来。 周睿的眼睛瞪着陈明开。 我在公司努力工作,我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,你没有资格让我离开。 我有,因为我是中国区的总经理。 好,我等着,我看你怎么让我离开。 周睿终于控制不住怒气,大声向陈明开喊道,随后站起来摔门而去。 办公室的职员们听到重重的摔门声,都向这边看来。 周睿铁着脸,谁也不理,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 周睿听到手机滴滴叫了起来,他将手机拿出来一看,是林佳玲发来的短信。 手机的屏幕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。 等等我,一起去国贸饭店的咖啡厅。 周睿的好奇心迅速压住了怒火。 林佳玲,他为什么在这个结果眼上给我发短信呢? 林佳玲正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,他着急地问周睿,哎,怎么了呀,你和陈总吵架了。 对,我不能接受他的安排。 周睿上了电梯,林佳玲也跟了进来,哎,周睿,那结果呢? 结果,哎,他说还有一种选择,就是让我辞职。 他让你辞职? 为什么会这样啊? 天知道。 电梯到了写字楼的大堂,两个人向国贸饭店的方向走去。 周睿突然反问林佳玲。 佳玲,我们为什么要去国贸? 啊,我去中国大饭店退房,啊,我住在那里,我就要去香港出差了。 哎,啊,周睿,你慢点走啊,我跟不上的。 哎,你打算辞职是吗? 辞职? 哼,我不会辞职。 不过我也不知道,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。 周睿,你有把柄掌握在陈明凯的手中。 如果杨璐支持他的话,你就很难讲清楚的,即使投诉到亚太区也没有用。 不管有没有用,我就奇了怪了,我自己没有做出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。 陈明凯,他这么做,太不公平了。 可是,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这句话问住了周睿,周睿一直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。 陈明凯,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把我周睿赶走呢? 我和陈明凯没有严重的矛盾呢,而且,他用我周睿,对他完成中国去的业绩,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啊。 就在周睿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,已经进入了国贸饭店的大堂,林嘉玲没有等到周睿的回答,就摆了摆手。 哎,我去取行一结账,咱们一会儿见吧。 周睿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。 看着林嘉玲消失在大堂的拐角之后,他进了咖啡厅。 周睿想着公司内部的事情,心里更加焦躁不安。 找了个座位坐下,要了咖啡之后,尽量让心情平静下来。 林嘉玲很快来到了咖啡厅。 看样子,他已经在房间里换了衣服。 黑色的大衣领子中,露出了淡紫色的丝巾。 周睿勒从来都是在工作场所见到林嘉玲,没有见到过他现在这样淡雅亲戚的样子。 林嘉玲笑颖颖地说,北京的天气变得真快啊,现在已经这么冷了。 哦,是啊,现在都要穿大衣了。 对了,周睿勒,为什么陈总会这样对你呢? 我正想问你呢,为什么? 你看,这儿不是办公室,我也没有穿西服套装,算是朋友之间的聊天吧。 哎,你帮我点杯饮料吧。 周睿勒这才发现,自己的疏忽,马上起身,去为林嘉玲点了咖啡回到座位。 林嘉玲却板着脸摇摇头说,我不喝咖啡的。 那,你喜欢什么饮料呢? 啊,我,哎,我要那种吧。 林嘉玲平时在公司里,总是保持很专业的形象,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 周睿心中佩服,女孩子真是说变就变。 她起身,重新点了林嘉玲药的饮料。 没想到,拿到林嘉玲的身边,她又摇了摇头。 嗯,我不要加冰的。 嗯,哦,哎呀,对不起啊,我忘了问了,没关系啊,这些啊,我负责啊,等我一下,我再去买。 当林嘉玲终于开始用小勺把芒果汁放入口中的时候,周睿已经开始喝第二杯咖啡了。 林嘉玲从来没有这样在私人的场合和周睿相处,不愿意开口破坏这种奇异的温暖的感觉。 周睿却不想冒失,他大口喝着咖啡,等着林嘉玲开口。 林嘉玲等到这种感觉渐渐退去之后,才开口说。 陈明凯连续没有完成任务,如果这个季度还不能完成,他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。 嗯?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? 你想想看,他走了之后,谁接替他呢? 我哪知道,谁乐意接谁接吧,到底会是谁呢? 你别着急嘛。 你知道,杰科没有从外面找空降兵的传统,对吧? 只能从公司的内部挑选。 要么呢,从总部选派,要么呢,从内部提拔。 可是公司已经从国外选派过了几任总经理,他们却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市场,所以公司希望从中国的团队中来选吧。 诶,我说嘉玲啊。 嗯? 你是市场总监,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呢? 林嘉玲被周睿问到了要害,犹豫了起来。 在来中国之前,亚太总裁罗林斯,请林嘉玲深入了解中国地区的业绩上不去的原因。 林嘉玲因此担负了这个特殊的使命。 这个时候,他没有回答周睿,反而问他。 现在,让你汇报给魏妍。 周睿,你有什么想法吗? 哼,我已经告诉陈明凯了,道不同不相与谋,是的。 我说得很直接,我已经拒绝了。 哦? 那么,你既然拒绝了,下一步怎么办呢? 能怎么办? 看来,只能辞职了。 林嘉玲最担心这样的结果。 几次与周睿并肩作战,让他喜欢上了与周睿合作的感觉。 他虽然刻意保持中立的立场,可是心里,却已经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倾向于周睿。 他下定决心之后才说。 刚才,我说到,如果陈总还是不能达到业绩,就要从内部选拔中国去的总经理。 嗯,你觉得会是谁呢? 嘉玲啊,现在我是泥菩萨果将,自身难保,我都要辞职了,你还跟我说这些干嘛呀? 啊,其实周睿不瞒你说,接替他的只有一个人选,他已经连续两年带领自己的团队,打败竞争对手,完成目标了。 呃,你,你说的是我? 哎呀,嘉玲,杰克可从来没有在中国本地员工中挑选总经理的先例啊。 嗯哼,是不是你,现在为时尚早,但是从本地选拔却已经是大事已定的事情。 哎,周睿啊,如果从内部选拔的话,你觉得除了你,谁还有资格呢? 嘉玲,这只是你的假设,我都要走了,现在你说这些晚了。 从中国地区选拔总经理,并非假设,而是我们公司既定的策略。 周睿,你并不是毫无希望,我希望你不要离开公司,留下来。 留下来? 对。 让我留下来汇报给魏妍吗? 对,留下来汇报给他。 哎,我从上海回到北京,名义上是总监,团队和区域呢,一简再简,你也知道,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主管,现在又让我汇报给魏妍,你让我怎么接受? 在这个位置上,你觉得我周睿还能有什么表现呢? 我在千方百计的前面带着队伍,后院却起火了。 周睿,你只有一条路,就是尽力完成自己承诺的数字。 你看,陈总现在是中国区的总经理,你不要和他对立,但是你比他年轻,你可以忍耐,而且你可以静静地等待。 周睿和林佳玲对视了很久,周睿才点了点头说。 好,我听你的建议。 我可以汇报给魏妍,可以不辞职,但是我担心惊性的订单啊,都知道,咱们和惠康打得不可开交,现在咱们内部又出了问题。 谁都知道,这个订单对于我们杰克来说,本来机会就渺茫。 现在,真是九死一生了。 林佳玲想了一下。 周睿,你只有两个选择,现在你的团队的业绩已经开始好转了,那么你可以暂时地放弃精心的订单,集中精力地把团队的业绩完成。 先把内部稳定下来,然后再继续等待。 嗯,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。 先稳定内部,积蓄力量。 你的意思是,然后再另找机会打败惠康,对吗? 对。 还有吗? 还有,另外一条路。 这条路呢,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仍然决一死战,彻底打败惠康,拿下精心这个订单。 但是你想过没有,这样的话,陈明凯凯借这个超级订单,就轻轻松松地完成任务了,你就帮助他坐稳了位置,你自己反而没有机会了。 周睿,你要想清楚,我今天是作为你的朋友跟你谈的,站在公司的角度,我就不会这样说了。 你自己要想清楚,你能够一直忍受汇报给魏妍吗? 不。 我不想汇报给魏妍,但是,有一点,我周睿宁可被公司赶出来,也不愿意放弃这个精心的订单。 嗯? 你想想,家里,大家为了这个订单,付出了多少心血啊? 方威,萧云,还有那些工程师,还有你,大家为了这个订单,付出了多少? 啊? 你真的希望我放弃精心的订单吗? 周睿,我,我当然不希望你放弃精心的订单,那么,你选择继续做下去了吗? 现在,我们的处境就像是在战场上。 家里,你看,前有强敌,后有内乱。 如果我们回头先安定内部,前线必然崩溃,大家一起完蛋。 这个时候,我觉得只能完全放弃后方,我们一鼓作气,打败前面的对手。 内部的危机,或许可以化解。 我认为,这是我们眼前唯一的一线升级了。 周睿,你能忍受公司内部的变化吗? 他们既然已经将你降职,就等于已经把事情挑明了。 你以后的处境,就会更加的恶劣。 我能,不管结果如何。 家里,谢谢你,很感谢你今天作为朋友,向我说的这些话。 周睿,其实,我也不完全是为了你,而是为了公司。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? 你最担心? 嗯。 什么? 你离开杰克以后,最有可能去的公司是哪个? 你担心我去会汤? 对啊,惠康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人才的。 你去了之后,你的团队也会跟去。 这是杰克最精锐的团队啊。 惠康必将夺得精细银行的这个订单。 杰克在中国还有机会和惠康竞争吗? 周睿终于明白,林佳玲尽力留下自己的原因。 就在这个时候,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。 周睿低头一看,一个沉寂了两年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,他忍不住脱口而出。 洛佳? 林佳玲突然听到洛佳的名字,心中一跳。 周睿把话机贴在耳边站起来,走到一边,轻轻细语以后,放下电话回到座位。 像失去了感觉一样,把本来为林佳玲点的冰冻芒果汁一饮而尽,然后抬头对林佳玲说。 是洛佳,洛佳约我今天晚上见面。 哦? 他来得真快啊,为什么是他呢? 如果找你去惠康,也应该是人力资源的人呢。 贾玲啊,你错了,洛佳找我不是为这件事。 你,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啊? 因为,你还不知道我跟洛佳的关系。 哦?那,你要不要告诉我呢? 保密,我们抓紧时间吧。 你也要去搭飞机了,抓紧时间,走吧。 周睿啊,你一接到洛佳的电话, 就魂不守舍了。 好,我们走吧。 走。 两个人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,冷风把两人身上的热气瞬间吹散。 林佳玲看着黑漆漆的夜空对周睿说。 漫长的一天,对吗? 哎,漫长的一天哪。